如今人类拥有的汽车越来越多 它们在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 也让道路变得拥挤不堪 这两年新能源汽车技术飞速的发展 让过去并不被看好的微型电动车再次兴起 它们也成了缓解城市拥堵的希望 而来自瑞士的生产商就创造了MicroLino 一款双人的微型电动车 MicroLino有些类似于金字塔的造型特别的可爱 而且还圆滚滚的 车轮前大后小很有特色 MicroLino最有特点的可能就要数它的车门 虽然它的造型很像汽车 可它的车门却不在两侧 它有两个门分别在车身的前后 前门可以向右打开 驾驶员需要从车头钻进车内 而关上车门以后 它又变成了中控台可以继续的驾驶 这辆车可以并排的乘坐两个人 但其实坐一个人最合适 坐两个成年人会很拥挤 MicroLino使用纯电作为动力 15000瓦的后置电机 时速可以达到90公里 最大续航里程200公里 这辆车的定位非常的明确 就是用来城市代步和短途出行 因为车身小 所以不占空间 而且运动灵活 它特别适合穿行在拥堵的城市里 这台车今年秋天就会正式上市 或许未来您也可以买一辆这样的小车 好 感谢观看